吉安乡 滨海自行车道 华人海提一直沿线到华林大桥 可以说是自行车族最喜爱的景点 为了增加自行车周边美化的环境工程 县议员林元傅也在建设小组的会刊当中 建议县府观光处和建设处以及林务局 第九河川局 要建置绿美化的工程 让自行车族来到华人海提的时候 能够停下来欣赏吉安乡的美丽海景 华林县议会建设小组招集人林元傅 立二招集人杨花梅 县远郑宝秀 张美惠 周军佑 并且来到华人海提来实地会刊滨海自行车道 华林县议会建设的初航公共旅游次 也一同说明自行车道的管辖单位 林元傅表示由于南宾北宾自行车道 周边都有绿美化来建置增进了整体新的美观 也请华林县政府公共旅游处和建设处 和林务局 第九河川局来沟通 共同来建置华人海提到华林县出海口这一段绿美化工程 前面这个人行步道人行车道 我们今天要会看那就会看这两左右两侧 那原副接受到民众许多的建议 说华林市的南北宾公园做得很漂亮 那北宾那边也做得很漂亮 那我们花蓮花蓮海提的部分是否能够学习像花蓮市这样 那我觉得大家共同生活圈 那因为这个自行车道是我们县政府做的两坛的自行车道 那两侧的绿美化绿带如何营造像黄金海岸南北宾这样 把它延伸到花蓮大桥 我是觉得有必要啦因为我们观光大县 这个把环境保有原来的防风林的一些原来的树木 那但是它的两侧的地面其实是可以再给它改善 更友善的一个绿地公园 慢慢的把它绿美化做整齐漂亮到花蓮大桥 因为毕竟这个假日啊早上傍晚很多人在这里骑单车散步 这样子 显眼灵狐表示清水线往东就是临近的太平洋滨海线 沿着花蓮回廊湾的僻建 七点为七角川西出海口 终点为花蓮西出海口的海济场 全长约三公里 听着海浪拍打的声海风浮面 声心里都轻松起来了 横跨七角川西的普照桥 代表东边太阳升起阳光普照 能够享受大海宽阔的视野 欣赏修丽山软景致 体验慢活的小旅行 接着详细见像不倒